为了实现博斯成为最强的愿望 米兰乔带他来到了一个洞穴中 这里住着可以实现愿望的魔神 而这只魔神正是米兰乔青梅竹马的小伙伴 见到魔神的米兰乔脸色十分难堪 因为他争鸣丑陋的样子 和自己印象中的那个可爱少年相去甚远 这是因为魔神每帮人实现一次梦想就会变丑 最终成为了恐怖的怪物 不要露出这样的表情吧米兰乔 魔神笑着安抚自己的老朋友 但米兰乔的脸色却非常难堪 因为他曾安慰小魔神说自己不会觉得他丑 还发誓自己一定不会找他许愿 但这次的来访却让他背叛了誓言 得知米兰乔来找自己的目的是许愿 魔神的脸上笼罩了一片阴霾 最后又带着诡异的笑 让博斯说出自己的愿望 并提出了代价 魔神可以将博斯变成最强的人 但前提是要生一个孩子 他会把孩子的力量全部都转移到博斯身上 使其变成最强 与此同时 博斯的寿命也要作为代价献给魔神 而博斯则答应了这次交易 此后米兰乔开始为博斯寻找生育伴侣 博斯则取了席纳 生下了波吉获得力量 在其黑空间得知真相的代达 痛恨父亲的下作行为 也为兄长的不幸流下了眼泪 获得力量的博斯再次前往神宫 挑战神王恰比 并成功将其击败 然而战胜最强之神的博斯 被一阵莫名的空虚笼罩 因为他想起了被自己夺走力量的长子波吉 后来博斯王寿命将近 他在病榻上与米兰乔告别并为他道歉 博斯王说自己背叛了所有人 特别是米兰乔 说自己的一生充满后悔 但米兰乔却表示还有方法弥补 并表示代达就是为此诞生的 但博斯王却并没有大查 只是自顾自的说自己可能又做错了选择 说代达非常像自己 还把他托估给米兰乔 称代达一定会帮助米兰乔 那个孩子一定会把你 博斯王话还没说完 便去世了 将代达托估给米兰乔后的 博斯王安然的离世 但米兰乔却并不打算接受托估 他只想帮助博斯一个人 也觉得自己只能被博斯拯救 发现博斯去世的米兰乔 身体突然僵硬了起来 倒在了使者身上 此时的他灵魂已经回到了魔镜中 并下定决心要用代达的身体 令博斯王复活 细黑空间中看到这一幕的代达 十分愤怒 但没过一会儿便平静了下来 他回忆着陪伴自己成长的魔镜米兰乔 又想了想刚刚消失在自己面前的小米兰乔 其实我一直都很想知道 你是个怎么样的女孩 处于思想斗争中的代达做好了决定 此时占据其身体的博斯王 也露出了坚定的眼神 准备行动 而四天王战场这边也基本有了结果 遍体鳞伤浑身鲜血的四天王 成功将欧肯大卸八块 德鲁西提着他的人头 北斌和多玛斯拿着他的手臂 阿比斯则架着他的身体 然而 欧肯依然通过鲜血粘着法 将自己的身体重新拼接在了一起 这使筋疲力尽的德鲁西 北斌和多玛斯跪倒在地 阿比斯则被欧肯的长剑贯穿 就在欧肯准备捕刀阿比斯的时候 一只箭矢贯穿了他的胸膛 射箭的人正是霍库洛 但他的表现却不足以改变战局 就在霍库洛准备再次射击的时候 欧肯的长剑已经贯穿了他的身体 自此 博斯国的战士们全部都倒下 欧肯彻底获胜 魔镜米兰乔看着眼前血流成河的场景 不禁感慨了起来 他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变得如此麻木 他靠背叛 利用和出卖他人走到现在 无论是违背清门主马魔神的约定 还是让博斯通过牺牲他人实现愿望 在他看来都无所谓 但此时的他内心却发生了变化 他似乎又拾起了早已丢掉的良心 又能感受到他人的痛苦了 这是我所期待的结果吗 米兰乔看着跪在面前的欧肯 嫩亲自问道 从意识空间回到现实世界的德斯帕和波吉 依然身负重伤流血不止 率先醒来的德斯帕早已意识到 在这样下去必死无疑 他爬到波吉身边 告诉已经彻底恢复健康的卡克 如果在这样下去 大家都会死 并告诉了卡克让大家全部获救的方法 目前唯一可以帮助他们翻盘的 就是名副骑士团队长 他是现场唯一懂得止血技巧的人 并且现在正在为自己止血 德斯帕让卡克在不被欧肯发现的情况下 将武器递给队长 再寻找逃走的方法 卡克也带着一定要帮助到波吉的信念开始行动 迟钝了他 现在才意识到自己的伤势已经完全恢复 他仔细回忆了一下 意识到是米兰乔治好了自己 而现在的米兰乔精神状态十分糟糕 似乎正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动摇 在他身边的欧肯则毅然兴致勃勃的 坐在台阶上观望着敌人的惨状 并在看到有蛇在四天王附近出现的时候 起身准备补刀 此时的队长已经完成了止血 他本想等待一个好机会行动 但却因为欧肯已经动身 放弃了这个想法 决定趁欧肯与自己擦肩而过的时候 将其武器夺走 却不料欧肯最先补刀的人就是队长本人 随后正赶往队长身边的卡克也暴露在了欧肯面前 重伤的波吉健壮 勉强着自己重新站起来挡在卡克的面前 就在欧肯冲向波吉的时候 大地突然开始晃动 波吉和欧肯都因此而差点摔倒 而造成大地摇晃的人正是手持巨棒的戴达王 他环顾了一下四周后 气势汹汹的走到了颤颤巍巍的波吉面前 波吉看着眼前既是爸爸又是弟弟的戴达王 不知如何是好 其他人也因为戴达王的出现而惊恶的说不出话 只有卡克义愤填膺的来到了这个夺取儿子身体的奇葩父亲面前 质问他想要做什么 却不料戴达王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反手一棒将波吉打飞 此举令现场所有人都十分震惊 眼见重伤之友被揍飞的卡克则奋不顾身的冲向戴达王 跳到他的头上撕扯着戴达王的脸 结果被戴达王抓住丢到了墙上 揍翻了卡克和波吉的戴达王 又看了看倒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四天王 随后再次挥舞起巨棒将他们揍飞 四天王因为戴达王的攻击而掉到了密斯马达身边 眼见戴达王缓缓接近自己的密斯马达十分戒备 并准备对其发动攻击 却不料自己也被戴达王一棒揍翻 自此主角一方的全部角色只剩德斯帕还没遭到戴达王的攻击 而戴达王此时也缓缓来到了德斯帕身边 你就是德斯帕吗 老你照顾波吉了 戴达王俯视着德斯帕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德斯帕想联系兄长德斯哈以雷电攻击戴达王 但戴达王告诉他 无论是雷电还是其他攻击都对自己没有任何效果 令人意外的是 将主角团全部角色都暴打一番的戴达王并没有补刀 而是高举双手后将魔力灌输进了眼前所有人的身体中 随后鲜花盛开 大家的伤势也纷纷痊愈 原来戴达王是在给他们治疗伤势 而他之所以有这种能力 是因为戴达继承了母亲的天赋 从小就可以使用治疗魔法 戴达王以十分暴力的方式将所有伤者都聚集在了一起 随后使用魔法进行统一治疗 由于魔力流量巨大的原因 戴达王的痊愈现场散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连身在远处的西林也察觉到了戴达王在使用治疗魔法 在戴达王的努力下 四天王瞬间痊愈站了起来 并意识到救他们的戴达王现在应该是同伴 波吉德斯帕和队长的伤势也全部恢复 治好伤势的波吉抱着卡克跳了起来 一旁的德斯帕和队长也十分开心 为了证明自己真的没事了 元气满满的波吉更是在卡克面前表演了一段即兴剑舞 还带着卡克一起跳了起来 搞得卡克又兴奋又眩晕 一旁看到波吉如此开朗的四天王 也露出了前所未有的震惊表情 毕竟在他们的印象中 波吉一直都是孤僻内向的样子 而就在卡克波吉兴奋不已的时候 戴达王已经耗费了太多体力 再加上此时的欧肯还没有解决 形势其实不容乐观 看到欧肯再次杀气腾腾走来的波吉 已经做好了迎战准备 但戴达王却挡在了他的眼前 看着气喘吁吁的戴达王 波吉似乎有些担心 一旁作为师父的德斯帕则安慰他不要消沉 学会依赖他人也是很重要的成长 在德斯帕看来 立场不明的戴达王是现场唯一可以对付欧肯的人 最好的情况就是等二人两败俱伤后 召唤德斯哈的雷击将他们一并解决 而此时的戴达王则在暗自感叹 至于众人所耗费的体力比小巷中更大 并因此佩服起了西林 而在戴达王来到欧肯面前准备与之开战的时候 波吉和卡克走到了他的身边 对刚刚的治疗进行了感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